千年传承的中药文化底蕴丰富 亲可养生 众可治病 但是中药在年轻一辈当中 是越来越难找到知音者了 唇王齿寒 这种现象导致了中药业 要么逆势而上 要么走向西洋 而在台湾虽然中药是依然广受欢迎 但是当局过去20年来 不曾发出新的中药店执照 而现有的中药店更是骨牌式的倒闭 导致台湾中药店也躲不过走向西洋的命运 有句话说 人生是一味药 要用文火慢慢地煎 也有人说 药如人生 苦尽甘来 中药在华人生活的重量自然不言而喻 但是在台湾 每年却有大约200家中药店关门大吉 中药店在这20年内消失了整整一半 那我觉得说台湾这个行业已经慢慢没落 慢慢地走入黄昏 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慢慢都就是退了 那新生代这一代又没有执照 那其实我们自己真的蛮彷徨的 目前台湾的执照持有人平均年龄为61岁 台湾当局自1998年以来 未曾发出任何新的执照 同时低薪也难以吸引年轻人 学习这门千年文化 中药房其实在我们台湾 算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文化跟一个风景 你要说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 一旦中药房不再能够开业 或没有办法再传递下去的情况 那么其实我们的生计当然没了 更重要的就是这样独特的文化跟风景 就在台湾就此就中断 你可能要再看到就很难了 真的很难 中药博大今生 要掌握中药的基本功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即使有人在这领域经营了十年之久 至今都还在向上一辈人偷师 更不用说 同时还得学习经营一家中药店 由于问题迫在眉睫 挣扎求存的中药业者 曾走上街头向当局抗议 希望能在政府的辅助下 尽早打破青黄不解的困境 NTV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